《紅龍夢》 我叫悟旦,是2012年20歲的時候出的家 出家前很喜歡《紅龍夢》 那個時候我沒想到出家後還會再去讀傳統文學 有一次無意間在寺院的圖書館看到《紅龍夢》 當時隨手一翻 便翻到了智通寺門前的一幅對聯 身後有魚,望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當時我就特別感嘆 我說天啊,《紅龍夢》裡面竟然有這麼有殘養的句子 我到現在寫的已經有三本《紅龍夢》的書了 站在傳統文化的觀點來去解《紅龍夢》 我覺得賈寶玉跟我是挺像的 這種像是一種精密的一種像 他是一個先甜後苦的人 苦是可以讓一個人覺悟的 身不苦,則福祿不厚 心不苦,則智慧不開 在我的理解中,林黛玉的出現是讓賈寶玉一步一步地明白斷舍離的重要性 比如說像林黛玉的《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身子在耳東溪》 其實當賈寶玉聽到的時候,對她的影響是挺大的 這一句有一種身不入耳、色不入眼的一種感覺 其實賈寶玉聽到這句話 她能明白林黛玉再重要、再美麗 其實終究不是屬於她的 最後所有的人都離開了 這個家族也破敗了 最後她領悟到人生的無常 人生的反反复复 最後她出家了,她覺悟了 出家之前,我覺得我很喜歡《史香芸》 出家後,讓我最感動劉姥姥這一個角色 傢伙,很多人都去嘲笑她 比如說她們拿花,往劉姥姥頭上帶了一頭花 大家都罵她是老風流 反而劉姥姥認為說 我年輕的時候沒有美麗過 沒想到我人生晚年還能美麗一把 她為她的生命美麗而感覺到開心 不認為別人對她的嘲笑會影響到她的心情 我覺得這種感覺一般人是不具備的 我解讀《紅樓夢的殘文化》這本書 2015年剛出的時候 其實網絡輿論就是帶著一種質疑 有一個網友評價說 一個和尚竟然還看《紅樓夢》 他是不是下一本要解讀《金平梅》 這本書我倒覺得裡面沒有講愛情故事 它就是在給我一場開示 只要你去深愛,一定會是一場悲劇 比如說尤三姐跟柳香蓮 柳香蓮給了一把劍作為定情信物 尤三姐天天拿著這把劍 盼著柳香蓮的到來 但是有一天,終於柳香蓮來了 她來卻是為了退清 尤三姐無比的絕望 然後把寶劍往脖子上印了 這把劍的製出,讓柳香蓮覺悟了 最後出家了 傳統的文學,一把劍拿出來 我們能夠想到的是殺人 但是曹雪芹筆下的這把寶劍 卻為了讓人解脫跟覺悟 曹雪芹他就把每一個生命看待的都很平等 先出場的不是主角 而是配角香蓮 收場的也是一個配角 有人說寶貝猜是主角 但是在我認為其實這裡面沒有所謂的主角 古代的《大王豪》 最後他的作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的時候 一定是跟佛學是有關的 以至於我們今天的人再去看《紅樓夢》 覺得很具有禪文化在裡面 當我情緒作怪 或者說某一樣事物 我找不到答案的時候 我會通過佛法跟《紅樓夢》來尋求答案 要有關之後 我來看《紅樓夢》來尋求答案 要有別人的這一刻 我們現在按照片 在挽作怪 再拼了 我 cert安, 我長得 你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